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近年彩绘围墙位为风潮,继无期顶于辽公园内超大幅3D彩绘后,台电无期服务所外长达68公尺的3D互动式彩绘墙也竣工,一共有海洋世界、风力再生能源、渔村风情等三大主题今日揭幕,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开心在彩绘墙合影, 还摆出俏皮姿势拍照,怕能增添港区达卡新景点台电无期服务所外墙研究失修,尤其脱落影响周围景观,蔡奇昌建议台电编列预算改善外墙并加以彩绘,历时三个月创作,终于在今天正式揭幕,由于3D彩绘相当逼真生动,成为达卡新亮点 今日台电董事长杨维甫,台中市议员王立任,杨典中,无期区区长科红代,台中市政府经发局及顶辽里里长中金水等共同揭幕,中港高中国中部美术班,景仪大学美公社 接参与会画过程,让海底世界就在眼前 蔡奇昌表示,台电公司除了提供电力之外,也允诺补助 未来在无期兴建一座电力博物馆 盼未来电力博物馆落成后,港区将有更丰富的人文景观 将可串联起台中海线观光蓝带,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杨维甫说,无期自己的故乡,3D彩绘墙正式揭幕只是台电的一小步 台电公司有决心与地方紧密结合,会尽全力协助无期发展